8月13日晚跨越不凡先锋样子 继跨越速运十年快过世界星光盛典 在深圳市保安体育馆圆满落幕 晚会现场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惊醒现身 为跨越的十周年献上祝福 此外包括企业家客户媒体优秀员工代表等5000余人齐聚一堂 共同分享跨越十年的喜悦与精彩 本次盛典精彩分成 跨越速运轻易打造了一场星光四射的视听盛宴 龙中而甲献上首发新歌《跨越之恋》 超人气女神组合SNH48 竞歌任务 9月奇迹 杨坤等众多艺人纷纷登台现役 最后才伊林压轴登场 Play第三人称日不落三首歌曲将盛典推向了最高潮 第一个十几年 我的爱未免 我的想念 飞在你身边 我的爱未免 爱的大志总是走了幽静 飞翘在广场的人群 我要把爱全都藏进心里 陪我一起旅行 你们一起唱好吗 我要送你 顺点当晚跨越速运宣布 通过深圳一基金向地震灾区捐赠一百万元 用于救助受灾群众和重建工作 十年来跨越速运是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成长的 如今的跨越不仅是跨越人的跨越 而是全社会的跨越会继续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治疑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全国都是统一管理 统一的服务标准 那么给客户的体验和服务感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是因为跨越速运目前为止有 全网络有三千多个网点 然后一万五千多台车 并且有很多有很大的一个航班支援的一个优势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很多嘉宾里面 就是各航空公司的老总 全部都有来到跨越十多年的这个晚会 因为首先这次的盛典是感谢跨越四万员工的努力付出 才会有跨越今天的一个成就 那么第二点是回馈客户 因为有客户对我们的支持才有我们的今天 第三然后回馈社会各界对跨越的支持 第一次演讲 第一次演唱 第一次演唱